各位好,今天跟各位特別想要跟大家分享有關這個事情 很多人其實在問BIM幾個問題 等一下我們List在旁邊這個地方會有幾個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很多人會一直卡在一個狀態 就是用BIM到底是要用建模 還是你主要是要解決模型的資訊 很多人對於建模模型資訊這個事情 會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gap 第一個gap是什麼呢 就是我建這個模型就是為了要呈現這個模型 給我的業主看或者是要拿去Render 可是其實這個問題一直卡在一個很大的觀點 什麼觀點呢?就是說其實你把模型建得再細 你的業主也不代表一定能夠理解你在說什麼事情 因為從傳統的集合構建來去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模型不論你建得再細 那個模型上面的細節其實也都是你給它設定的假設的內容 也就是說它不是真實的跟我們真實東西串在一起的 舉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這張桌子就好 這張桌子有一個簡單的桌板 你看那個桌板它的真正的厚度 可能看起來應該是5-6mm而已 請教一下你的模型要介紹這麼細 你必須要去很精確的瞄準這個尺寸 它可能是幾mm的狀態 但當你這麼做的時候 我就請教一下你 你給你的廠商做這個事情 它真的就完全照你這個做嗎? 還是說其實它是依照你的材料的本質去看這個事情 各位很明顯應該知道我說的什麼事情 就是它是用材料的本質去看 我們再往下看這個骨架 這個骨架它是有個基本的尺寸 這個骨架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骨架它基本上是非常細的 但是它這個東西也一定是現成品 它不是特別開發這個圓柱 這個圓桿去做這個事情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做這個動作 你必須要很清楚的知道原來的尺寸是什麼 而這個原來的尺寸就是我們所謂的資訊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做一個這樣的鐵件 一個X軸的鐵件 而你要拿來當作架 你必須要先查清楚 這種骨架的原來的尺寸大概多大 而這個尺寸呢 它的狀態 你要給它命好這個名字 譬如說它考西線黑色 它要考亞光面的呢 它要考料面的 它要考霧面的呢 消光面的不一定 你必須要認定它 清楚的跟它說 並且你注意看到 這個下面如果它有個腳架 你必須要確認它是空心的 來放它看 你看這是空心的 常常出現這個事情 我講的很簡單 做的不容易 其實很多人在卡這個關卡 都必須要去理解 為什麼特別要跟大家 錄這一段影片跟大家說明呢 因為太多人 對這個東西有錯誤的認知了 常常人在學我們這個BIM的時候 都說你到底是要建模呢 還是要畫圖呢 我跟各位說 建模畫圖是本質上是相同的事情 最重要的還是什麼 將這個東西變成是一個 清楚的架構 傳送給我們的業主 或者傳送給我們的廠商 我們的合作夥伴 進行施照 把它完成 這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所以接下來我們往前走 來各位 我們要去認知一個事情 就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 很多人在問 如果說我今天想要去談 有關 BIM怎麼去用到 真實的project裡頭 那這個時候就 有更多業界一直以來 存在的問題 就是我們很多業界的朋友們 都是怎麼樣 都是到了 我已經要交案的時候 才被要求說這個東西 要交出個model來 而我們過往傳統的model 比如說你的AutoCAD的檔案 或者是你的Sketchup檔案 你根本不敢交給人家 為什麼 當你交給人家 基本上你這個所謂的設計的 物質上的本質就交出去了 對你來說是個很大的傷害 你也不敢做這個事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在BIM在畫這種圖 在Ribbit畫這個圖的時候 你就需要理解 理論上來說 我們交出來的模型 只不過是我們設計的 一個階段性產物 因為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ing 這三個事情 就代表我們要談的是 一個持續發展的優化的內容 所以各位跟著我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事情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製造一個房子的時候 我們在設計一個房子的時候 很多時候 我們是要去理解一個狀態 就是說 它在設計的過程當中 你其實是會不斷的調整 譬如說你的階高 樓梯的階高 你的寬度 你的高度 你的變化 我今天設計到一半 突然我想開個天窗 各位看 如果我突然想開個天窗怎麼辦 我這邊需要個天窗 那這個天窗呢 我本來沒有設計這個事情 那天窗在開的時候 我就不需要去解決樓板的問題 解決這個量的問題 解決這個構架的狀態 並且要把我的管線都處理好 那這件事情就不需要去理解 所以設計其實是一個 跟著你的BIM的發展去進程的 也就是說 Build Information Model 這個事情 BIM它是應該輔助我們去進展的 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再跟著來 看了那麼多影片之後 你應該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其實我們所有的影片 都在談一個事情 就是如何能夠讓我們的圖 最後順暢的達到結果 所以呢 各位跟著我來走 這邊我跟各位介紹這個架構跟解構這個事情 非常重要的這個事情 你看喔 其實我們一直在談BIM 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有把架構解構這個事情放在心上 你在畫的圖 就往往不知道自己在畫什麼 所以第三個 也很多人在問的問題 就是到底 我要怎麼樣使用 把它放在我真正的Project裡面 我們來看這個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架構解構 而接下來往下走 如果說我們理解這個架構結構 就是你的公司不論大或小 都非常有架構的話 你的設計到底是存在什麼地方 這很重要 那設計這件事情其實 某種程度來講就是 你是Problem Solver 你是一個問題解決者 這個解決其實不是為了要設計而已 是其實要解決你的客戶 或解決你的工地 解決你的案子的一些基本問題 從建築角度來講 要先解決法規的問題 你要先滿足法規的基本條件 才能往後發展 從屋主角度來說 你要解決它的基本的生活需求 它的設計美感需求 從我們的工地的角度來講 你要給它對的材料 給它對的構建 才能往後發展 各位說是不是 這很重要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看設計生要素 這整個流程非常重要 第一個你看 從這個架構式更新 到結構式轉換 到前置準備 到驗收的流程 到後續保養 這整個串接的事情 最重要就是這件事情 這個系統化 系統管理的事情 你必須要在腦海裡不斷的創造出 你自己的工作流程 而這個工作流程 我們就來看 我們要怎麼樣把我們這個事情看 每個心案裡面都會有一些 各式各樣的事情要面對 你在面對的時候 從建築設計 可能就可以好好的去做提案的動作 我們可以讓它用AI 在這個時代裡做AI是非常棒的事情 很簡單 而且非常有效果 那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在室內設計的時候 其實可以提供一個前置作為 讓我們的客戶可以快速的理解 我們想要談什麼事情 那你看 一樣可以用AI去做一些很好的前置作業 那過來 其實你一定要理解一個事情 不論你公司大或小 我知道線上的朋友非常多人 可能是營造廠 可能是建設公司 你也是建築事務所 你有可能是室內設計公司 非常多種 但你看 其實每一個公司 不論你大或小 不論你產值有幾十億 或是只有幾百萬 都好 你都會有你自己的專屬方式 各位認同嗎 你必須要反思一下這個事情 所以看 不論你怎麼樣 大家都會處理這三個事情 第一個 你要如何優化你的時間 你的時間怎麼用很重要 對不對 因為時間是不會往回轉 第二個 你要怎麼樣提供你更多的空間 去做你想做的發展 而第三個 怎麼樣強調你的資產 我說的資產不是錢而已 不是你的這個所謂的公司的多大多小 或者是你公司存款多大多小 我說的資產是 如何能夠讓你拿來運用的東西 舉例來說 如果你今天是營造廠 你的資產一定就是你的公司的資料庫 而這個資料庫 可以怎麼樣幫助你去做成本控管 幫助你把案子給做得更順 如果你是建設公司 你的資產絕對是你的土地開發的那個能量 你知道怎麼樣用最好的土地的成本 去蓋出最值得大家 可以解決他生活需求 或是他使用需求的一個狀態 如果你是建築師 你的資產一定就是你的公司的資料庫 怎麼樣解決你法規 跟你後續的業主 解決他matching他生活需求的一個狀態 如果你是室內設計師 你的資產肯定就是你的材料庫 材料庫如何可以快速的轉換 讓你的屋主 讓你的業主 可以快速的跟你switch到他想要的東西 各位理解這個事情之後我們來看 繪圖流程就不一樣了 這個繪圖流程其實從ABC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個履歷狀況 所以不同時期的成果 如果能夠讓它延伸到一個同一個簡報內容 你就會發現這件事情 已經有架構在那邊準備好了 然後看看這個東西 這個模板就是從這邊一直走到後面的一個關係 不論你今天是你的建設公司 你是基建公司 你是設備廠商 其實全部都是在做個事情 就是前置準備 而這個前置準備就是 就是需要透過很多的媒介 這個媒介幹什麼 你的圖縮 各位反思一下 你建的再多模型 你做了再多的實體的這種 桌上模型都好 我問一下你 難道你最後不用圖縮去標尺寸嗎 所以你的圖縮 其實就是從設計到實際中的重要前導內容 如果這都搞不定 你怎麼去往後發展呢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前導的內容 比如說我們有簡報圖 簡報圖是給客戶看的 但當你變成施工圖的時候 你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材料 你給客戶看這幹嘛 客戶看這個 你找自己麻煩嗎 給客戶看這個究竟不錯了 你給他看他看什麼 沒有用的 所以兩個東西對不在一起 所以因為你有做預先的白板 施工圖可以隨改隨便的 這個東西都變化 然後你的估價 自然而然就可以去穿接出你要的內容 然後你的材料可以變動 你的成本都可以清楚的運算 所以記得一件事情最後講 所有的系統 其實都連動到連思考過的參數 而且這個關係必須要被穿接在一起 好 我想今天做一個很簡短的影片 而這個影片值得你一看再看 因為這個容縮了我們將近20年的實務經驗 也希望各位可以真正去理解 我們對於各位在使用Beam Revit裡面 真正的核心觀念在裡面 怎麼樣去運作 謝謝大家 我們翻譯我們 我們會不會在一起 那是我們我們去看 做一個小誇獄 我們可以看 感谢观看